美国财长耶伦最近在非洲砍了我们一刀 这一刀是我们预料中的 杀伤力有限 可实际上 这一刀的后续连招一刀刀都砍到了国内 我们前两天才意识过来 耶伦干了啥 今年年初 我国新任外交部长秦刚 将上任后的首访行程 按惯例确定为非洲 之所以称为惯例 是因为我国一向将非洲国家和人民定位为我们的老朋友 最近几十年 新任外长的首访都是非洲 我国的惯例访问 美国却非常紧张 他们第一时间就开始叫嚣 要消除中国在非洲增长的影响力 美国消除中国影响力的方法 就是财政部长耶伦紧跟着到非洲访问 和我们唱反调 非洲多国 都是我国一带一路的重要合作国家 过去几年都依托我国的债务 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建设 耶伦作为曾经的美联储主席 如今的美国财长 他的非洲之旅当然从他最擅长的债务下手 耶伦在访问赞比亚期间 就老调重谈 再次鼓吹非洲多国的发展困境 源于中国的债务陷阱 要让赞比亚重新获得发展动能 耶伦提出的绝货计就是让中国减免赞比亚的债务 耶伦在非洲多国鼓吹我国债务陷阱 又是多国对我国债务违约的阴谋 咱们国内许多专家 甚至老百姓都看穿了 可老百姓看穿是一回事 但许多人脑筋一时赚不过弯也是现实 要明白中美两国围绕非洲的债务博弈 我们要理清楚四个方面 第一 我国在一带一路建设 特别是对非洲多国的贷款 都不是送钱 而是最佳也被迫的投资方式 过去 国内网上一直有我也很贫困 但是国家却将更多钱送给非洲穷国不补贴我的言论 这些言论 我在许多三四线城市 在一些比较贫困的农村 在中老年聚集的一些闲聊场景里 经常听到 这句话非常朴素 是几亿低收入者的共同盼望 因此这误解就成了他们心里的疙瘩 给国内穷人发钱 与一带一路对非洲穷国投资是截然不同两套系统 这一切的根源 还是我国老百姓用勤劳与智慧 用心情汗水 用世界第一制造国的全产业链 从欧美各国赚取了大量外汇 有了大量外汇之后 为了保障国内金融稳定 只有两条路 第一就是多硬核外汇等量的货币 进行对冲 第二就是对外投资 把这些外汇花出去 一旦用第一种超发货币 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房价 贿金属等资产价格疯涨 同时给老百姓发钱 就会被高王的通胀瞬间蒸发光 因此最优劫只剩下对外投资 在十几年前 全球稳定又高收益的投资标的就很少 日本债券风险高 利润低 欧债又被美国成功引爆 导致从国家安全角度 我们不应该加仓美债 但是从外汇收益角度 我们只能加仓美债的窘迫局面 进入2023年之后的十年 不仅国际优质投资标的稀少 同时我国还爆发了 严重的基建相关产业链产能过剩 在这种背景下 选择非洲与新兴经济体的基建领域 进行债权投资 不仅能为外汇投资多元化找出路 同时也能让我国的富裕基建产能 在全球占据更大市场 这就是为什么国家要把钱投到国外 而不能直接以全民发钱方式补贴的原因 理清了这一条 也就很容易理解第二条 就是美国财长耶伦 为什么到处鼓吹中国债务陷阱 美国的主要目的有两个 过去 美国国内经济危机不严重的时候 全世界范围内抹黑我国债务陷阱 是为了压缩我国的国际影响力 特别是破坏我国在非洲的救世主形象 最近两年 美国的经济危机已经到了边缘 美债急于找人接盘 而我国已经连续半年多持续抛售美债的背景下 美国加速了全球抹黑中国债务陷阱的步伐 这么干的目的 是让全球都惧怕从中国贷款 让中国的外汇投资渠道 重新回到只剩下美元的状态 这就好比我国是高富帅 美国是被我们看穿的绿茶捞女 咱们不在捞女身上砸钱了 于是绿茶捞女 就只能满世界唱衰我们是渣男 用债务陷阱欺负非洲妹妹 绿茶捞女就是希望用败坏高富帅名声的方式 将高富帅的其他选择都破坏掉 从而回到只能给他花钱接盘的道路上 厘清了耶伦的套路后 我们就需要厘清第三个问题 非洲穷国特别是赞比亚 为什么容易上套呢 这一切的奇缘还是过去三年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 2020年疫情冲击快速席卷全球的时候 看起来美国死人最多 但实际上放眼全球 肯定是越穷的国家 医疗资源越不发达的国家 受创伤越严重 因此当时我国基于防疫大环境下的人道主义考虑 和国际其他债权人一起 对非洲多国的债务进行了延期 如今三年过去 疫情的影响越来越小 全球国家都逐步恢复常态化生活 那么从今年三月开始 赞比亚就要开始还债了 过去三年疫情严重冲击后 赞比亚底子都掏空了 今年三月开始还钱 确实有现实困难 就问耶伦有什么建议 于是就有了耶伦那番赞比亚的债务 本就是中国债务陷阱 因此中国应该给赞比亚减免债务的表态 赞比亚确实在三月有还债压力 而美国也给出了赖账台阶 这么挑拨离间之后 就变成了中国与赞比亚 债主与欠债人的直接矛盾 赞比亚一直是我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 可是如今被逼到了谈前伤感情的地步 我国接下来的一招太极推手 借力打力 还是很有智慧的 在赞比亚的债务构成中 我国的债务 占比30% 欧美各大私人银行债务 占比46% 世界银行的债务 占比24% 因此我国提出 减免债务的协商不能仅针对中国 如果要减债 所有债主都包含进来 一起减从债务构成就能看出 西方债务占比70% 我国只占30% 耶伦的建议就是赖掉中国债务 其他的赵还不误 咱们的比例小 所以咱们的要求是要减免 大家一起来 西方私人银行的债务占比46% 如果赞比亚真的减免他们的债务 他们弄死耶伦的心都有 因此耶伦的这一刀 被我国借力打力的 砍到华尔街巨头们身上 耶伦只能掩齐息鼓 咱们的太极推手借力打力 看起来把耶伦打懵了 可是接下来 咱们国内互联网上 开始传播一个新闻 那就是赞比亚财政部长公开声称 拒绝中国将欧美私人银行 与世界银行债务纳入债务重组计划的建议 这条新闻从没登上个平台热搜网 但是在网上传播却很广 为什么 因为踩中了咱们情绪的暴点 本来普通民众就对借债非洲穷国心里有歌的 如今非洲穷国的表态 却是不同意把欧美老爷的债务拿到一起来重组 前台词不就是欧美的债务坚决要还 你中国债务坚决要赖吗 这一下就坐实了九恩成仇的典故 也让我国与赞比亚的债务与基建合作 被勾病为被割韭菜 被吃大户 这样的情绪传播 造成了我国民间 对非洲贫穷国家的普遍怨念 直到昨天 赞比亚政府做出紧急澄清 赞比亚的财政部长 接受的是英国金融时报的采访 赞比亚财政部长 根本就没有拒绝中国提出西方财团 与世界银行债务一起重组计划这样的表述 英国金融时报却卑鄙地用赞比亚财政部长 暗示的描述 将这一观点抛出了 这一观点被一些公知翻译到国内的时候 刻意删改暗示的描述 就变成了赞比亚财政部长官圈决定 于是由英国金融时报炮制 国内公知进行针对性加工的假新闻 就在国内网络广泛传播了 直到逼出赞比亚官方紧急澄清 英国金融时报才来了个新闻修改 连道歉都没有 网络报道修改几个单词这件事就过了 可是国内有多少老百姓 还不知道这是西方媒体制造 国内公知传播的假新闻 还有多少人 夜市人静 差余饭后 还在咬牙切齿地恨非洲穷国 澳美债务都还 就专门赖找中国债务 因此 这次耶伦在非洲鼓吹债务陷阱的名枪 咱们防住了 还打出了以笔之道 还施笔身的漂亮反击 可是英国金融时报与国内公知 插入我们心中的案件 我们发现的态势 毕尧的范围远远赶不上传摇 我国与非洲几十年的交情 与战略利益交换 就这么被撕开一个血淋淋的口子 这帮人太阴了